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改运大师李亮德说 38岁以后长相年轻的人一定是个福星 为什么呢? 第一,现实生活中 人到中年后就显现出受性格和品格影响所致的面貌 宽厚的人多半一脸浮相 性情柔顺的人面相柔和善美 性格粗暴的人总是一脸凶相 心术不正,暗地里坑害别人的人 总是寝室难安,体弱多病 心胸狭隘的人大多尖嘴猴腮,松眉锦簇 显得特别年轻秀美的人一定单纯,品性善良 这是长期的心语心味的修炼 在脸上的投影 因而相貌也预示着该人未来的命运 有慈悲心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 让人越看越顺眼,并且喜欢与其接触 有亲和力或所谓的老少通吃 而自私自利狡猾爱算计的人 相貌往往很不耐看 即使侥幸深得搅好容貌 稍多接触也会毫无吸引力被人反感 二,记住,中年以后内心决定你的面向 所谓相有先生说的是 一个人面向的好坏与其心灵的善恶是相应的 心决定性叫心性 性决定命叫性命 命决定运叫命运 运决定气叫运气 气决定色叫气色 色决定相叫相貌 三,相貌是能够逐步改变的 任何福报都有其必然的成因 真正的修行人特别平易近人 特别亲切,特别温暖 而且还特别的像婴儿那样 天真,纯净,内心了无挂岸 小孩子之所以元气充沛 圣经充足 最重要的是 他们每天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的过生活 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新鲜的 好玩的 享受的去做 不在乎得失利益 不在乎明天后天 大后天会怎样 彻底放下身心世界的时候 你会感到能量在自动向体内汇聚 身体得到迅速补充和调整 很多顽疾不治而遇 他一封周易会馆学学大师李亮德先生说 三十年前的长相来自父母遗传基因和素氏因果 三十岁以后的长相 就是自己所作所为的结果了 若三十八岁后 还有人夸你漂亮 长得相貌庄严 那你一定是个福星 而且是心地善良的人 长相比自己实际年纪 年轻的人一般不简单 长相比自己实际年纪 年轻的人一般不简单的 因为相有心生 命有己照 世间万物皆有画像 心不动万物皆不动 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说明他们受到外界的干扰和污染很少 即使身处分杂之中 也能够为自己寻觅一片纯净的天空 也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丝纯净的呼吸 只有内心纯真 眼神才会清澈 只有内心干净 脸上才少有诚服 一个人的眼睛是内心最好的体现 一个人的外表是心胸的最好表象 有的人年纪轻轻 就眉头紧锁 眼神空洞 看起来一身木气 甚至有些老气横秋 有的人年纪不小 皱纹也爬上脸 但眼里的光芒 身上的朝气 让他们看起来比童年人更青春 长相年轻的人 有你看不见的自律 比起昂贵的化妆品和大牌服装造型 一个人的自律 是年轻的最好方式 他们或做起规律 或严格控制饮食 或加强运动锻炼 或心态平和 效果敞开 不计较得失 保持善良会让一个人变年轻 一般心地善良的人 容貌都会比较年轻秀美 这是长期的行为与心理的修炼 在一个人脸上的投影 有慈悲心 有爱心的人 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 让人越看越顺眼 给人一种平和的亲近感 关键是 这种长相年轻的人 一般都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他们脾气温和 情绪稳定 热爱生活 追求理想 谈吐风雅 内涵丰富 遇到这样的人 千万不要放过 多与他们交流 多与他们接触 多与他们产生互动 感受他们对人生的规划 以下几个行为是衰老的加速器 不想中年后比同龄人显老 趁早赶 真正决定显老还是显年轻 不是你过了多少个生日的真实年龄 而是你的生物年龄 生物年龄是人体健康状况的一个中和指数 是人体老化程度的一种客观表述 它与真实年龄既有关联 也有区别 它可以大于你的真实年龄 也可以小于你的真实年龄 关键在于你的实际衰老程度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往往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岁数相同的人之间 有的人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很多 也就是说 他的生物年龄比同龄人要大很多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主要是跟日常的一些行为有关系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行为 其实都在加快衰老的速度 以下几个行为是衰老的加速器 不想中年后比同龄人显老 要趁早改 第一 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够五小时 人们常说睡个美容觉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睡眠对皮肤保持年轻状态 有非常大的作用 处于睡眠状态时 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得以恢复 包括皮肤细胞在内 如果长期缺乏睡眠 或是睡眠不足五个小时 皮肤就会失去弹性 同时产生皱纹和黑眼圈 这样的人当然非常容易显老 而且化妆品也掩盖不住 因此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每天最好保证七小时左右的睡眠 2. 长期久坐不动 这也是导致人体衰老速度 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长期久坐缺乏运动 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变差 身体内的新陈代谢也会随之变慢 这样一来 体内的代谢物就不能彻底排除体外 导致在体内的残留越来越多 影响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发挥 从而让我们看起来更加长老 3. 长期处于比较大的压力之中 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见证的社会 这让大多数人长期处于压力之中 但是科学研究证明 适当的压力有好处 但是长期处于压力之中 对身体和精神健康都有负面的影响 当人体处于压力之下时 会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使人的情绪低迷 压力还会导致迷走神经张力降低 神经受到损伤 高压力还会让营养物质吸收困难 特别是B群维生素难以吸收 4. 糖分摄入过多 很多女性都喜欢吃甜食 其实经常吃甜食的人 皮肤衰老的速度更快 糖分进入血液之后 会形成一种损伤皮肤的物质 晚期糖基化周末产物 吃糖越多 所产生的晚期糖基化周末产物也就越多 它会损伤能够保持皮肤弹性的蛋白质纤维 导致皮肤长皱纹而且松弛下垂 5. 很少刮胡子 很多男人喜欢留胡子 觉得这样比较有男人味 其实平时留着胡子会比童年人更加鲜老 研究发现平时经常刮胡子能够刺激脸上产生胶原蛋白 让皮肤看起来更有弹性更加光滑 而不爱刮胡子的男性会更显老 因此男人应该养成刮胡子的好习惯 刮胡刀建议使用电动的不要用刀片 这样可以保护皮肤不被刮伤 6. 每天保持好心情 研究发现一个人的健康与衰老跟心情有极大的关系 一个心态良好心情愉悦的人 一般情况下身体的状态更好 如果总是心情不好情绪波动 处于焦虑或者是紧张之中 人体的健康就会受到威胁 身体机能更差更容易生病也老得越快 因此想避免提前衰老 就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保持良好的心态 建议每天可以喝杯玫瑰花茶 对于稳定情绪缓解压力有很好的帮助 玫瑰象征爱情 本来就是一种美好的存在 用它泡出来的茶 漂亮清香 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而且玫瑰花本身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能够疏干解育改善心情 美容养颜的功效 7.喝水 人体内80%都是水分 可以说水是生命之源 只有保证充足的水分 身体的机能才能够有效发挥 所以平时我们要保持体内不缺水 有足够的水分 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 要做到科学喝水 所以只为人体补充水分 体内水分充足的人 皮肤不容易干燥 毛孔也比较水 不容易除大 而且更有弹性 不会显老 8.科学饮食 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想到 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要想不显老 就要让身体的各个器官保持在良好的状态 而保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需要科学饮食作为保障 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 饮食要规律 每天进食的时间应该固定 一般早餐应该在早上7点左右 午餐在中午12点左右 而晚餐在晚上6点左右 晚餐的时间有一个原则要把握 就是最好在睡前4个小时之前吃晚餐 而摄入量应该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肠胃不好的人应该少食多餐 只吃七分饱 切记抱饮抱食 要西角慢咽 这是饮食的一个重要原则 特别是对于消化功能不是很好的人来说 更是要慢慢吃饭 食物在西角慢咽的同时口腔中会分泌很多唾液 要让它们与食物充分混合 它们与食物一起下咽以后 除了帮助消化还能够养护脾胃 在饮食的搭配上也要注意 以七分素三分荤为最佳比例 而且口味要清淡 9.加强运动 这是保持青春的重要方法 生命在于运动 这句话我想不用多做解释 运动能够有效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 加快人体内代谢物质的排出 能够提高人体的整体素质 同时运动能够显著减少与细胞衰老相关的炎症 还能够显著增加细胞的活力 说实话 人体的衰老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也是无法避免的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养成良好的习惯 是可以能够延缓衰老的 至少可以做到不提前衰老 除了在日常生活中 不要做上述几个行为以外 我们还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 来延缓衰老 来延缓衰老 是否能够稳肉 我们也有个人来帮助